那其實因為泰文貨斯已經不是這次的重點 因為他 據我所說是沒錯的話 其他人對他已經成功了 然後就是說 他這次對我還是有一些急 因為我們有申請那個系路的覆利 那的確就是他們有認定說我有超速60公里少 但是就是時速60公里 那但是因為他剛剛在形象講81公里 其實跟原本就是覆利後的專業結果是有一點輸入 但因為針對這一點的確是超速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的部分還是就是有故事的情況 那這樣朱小姐還有跟你求償 我覺得 就因為他有形式附帶民視嘛 那我就想說就是教育瑞蘭的民視法 教育瑞蘭是包含的產品 對那還有就是他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前幾次都是有跟他調解的 那都沒有調解成功他都認為我的態度的問題 可能沒有遵重他 那過程中沒有去担他 可是我在11月4號的時候 就等於是安法大概不到一個月之後 他轉院了 想說轉院了應該就是會比較 他的病況會比較好 那其實我在11月4號就有去看他 然後帶了一些的同學這樣子 那當然這些就是還是法官擇日判決嘛 那我們也就是尊重判決的節目 那謝謝關心